开工典礼上 战山惊涉主持 达义大和尚特地前来为项目做了祈福仪式 人头攒动 香烟鸟鸟 为现场增添了无限的祥瑞之气 三级政府人士 包括联邦国会议员蔡豹国 万锦市议员何呼景 杨启青 约克区区议员李国贤 安思创 列振文山市议员陈志辉等 及银行代表金融界人士 地产界精英 商会会长等社区侨领参加了典礼 全家华人联会共同主席 钟新生 李锦辉等百余位嘉宾到场祝贺 惠宏开发集团执行董事 加拿大华商联合总会会长 江苏总商会会长王海诚博士 在致辞中说 他近年来一直努力在为华商商会的会员们寻找共同投资项目 以带动商会发展 同时帮助会员 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投资移民 重新创业 开拓商机 一年来 加拿大江苏总商会已经成功实施了多个众筹的投资项目 探索了许多创新模式 取得了很多经验 近年年底刚刚成功完成了多伦多航空学院的并购 就是典型的优秀案例 这次的苏村项目开发 是带动了华商众筹投资房地产开发事业 进入加国主流社会的商业运营 同时也是为全家华商联合总会的众多商会众筹投资探索出一种新模式 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川村 浙村 户村等成果出现 据王会长透露 江苏的园林响于世界 以后江苏总商会还有计划在多伦多打造一座苏式园林小区 让加拿大人也能体验地道的中国苏式园林文化 联邦国会议员蔡豹国在致辞中表示 作为本区的国会议员 他非常希望看到本区的居民能够有更加幸福 安全的生活 苏村的开工建设不仅能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也能够促进万锦城市化的水平 列治文山市政府经贸发展委员会主席陈志辉议员特地赶来道贺 作为加拿大城市建设委员会全国理事 他觉得这个项目非常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为今后华人市场的开发建设提供了一个样板 他非常欢迎下一个类似的项目会落户在列治文山市 此次的开工典礼还有特别之处 开发商把全部业主请到了现场 让他们亲身参与自己住宅的动土仪式 手持金铲与各界社会贤达共同一起破土 让业主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豪感 苏村位于加拿大多伦多地区万锦市 海维塞文和Village Parkway的东北角 该项目的顺利开发得益于开发团队的高效运作 今天是我们加拿大汇宏开发集团和江苏总商会 共同开发的苏村项目动工仪式剪彩 那么这个苏村也就是江苏商会众筹投资 与我们集团共同开发的 所以也是叫江苏村 那么这个江苏村也是首个以中国省份命名的 这个住宅小区在加拿大那么今天首次亮相 那么我们这个项目呢非常的迅速 去年12月从买地规划设计到建成 到这个销售完毕 然后呢到今天的动土 前后呢也就是半年时间 那么呢这种开发的速度呢 在加拿大建设史上呢都是史无前例的 那么今天呢来了众多的嘉宾 多伦多的各界人士 还有地产界精英 还有三级政府的官员 都来表示祝贺 我们将在这个万景呢打造一个样板 这个规模呢并不是很大 但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地盘已经很小了 那么呢这个地方呢 我们只见十几栋的独立的高级豪宅 加拿大国家电视台记者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